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联合国发出警告 特权全部移交中国 11日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文指出 据老胡了解 美方粗暴开拆查验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订购的一批总共60件的加剧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我认为 中方将对美方采取对等措施是可以预期的 美方这是存心找茬 在对华问题上频频表现得像一个外交流氓 而对等原则是外交关系的基石 几轮交手 中方坚守着以原则的决心和能力都已经明确无误 如果美国的确是个文明国家 就请他们停止各种无赖操作 回归到大国外交的应有理数上来 11日 观察者网消息 美国政府又搞小动作 发公告要求香港地区制造的商品在出口美国时 必须标记为中国制造 而非之前的香港制造 但或许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不但专家认为这招影响不大 还有不少香港网友调侃美国这次做得好 据香港南华早报8月11日报道 上述公告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于11日发布 并于9月25日生效 当地时间6月29日 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 暂停为香港提供区别于中国内地的优惠待遇 包括出口许可证豁免 而11日的公告声称 即日起45天后 这些港产商品必须标明其原产地为中国 因为现在香港的自治程度 已经不足以合理获得与中国内地不同的待遇 11日晚 对于特朗普政府再次炒作香港问题 特区政府表示了强烈反对 港府发言人表示 美国对香港货品产地来源标记的新规定 源于美国于7月14日发出的总统行政命令 反映美国无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单独成员的地位 有关规定除了可能不符合世贸规定外 也无助保障消费者利益 更会带来混乱 损害各方包括美国自身的利益 发言人还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下 享有单独关税区的独特地位 是根据国家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 并获世贸等多边组织认可 并非个别国家施语或可以撤销 如有需要 不排除根据世贸规则采取行动 维护香港利益 美国的小动作还不止于此 11日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认证微博更换了头像 根据新旧头像对比发现 原来蓝底白字的外环没有了 变成了白底黑字 图案上的五角星由金黄色变成黑色 且中国北京的底标也变成了北京两字 对此 有分析称 徽标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使用 习徽标的设计和使用应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 在中美关系紧张时刻 美国使馆去掉徽章上的所驻主权国的名字 是否是一种宣誓或者暗示 或是下一步彻底脱钩的前奏 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举动 虽然变化悄然 但耐人寻味 针对美国的阴朝平平 在8月11日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环球时报10日推出了一项中美关系调查问卷 其中 约96%的网友对美印象趋于负面 98%的网友认为 美方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 是为挑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超过97%的网友 支持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回击美方挑衅 你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你们做的这个民调很好 建议美方也去看一看 请美方一些人看清楚了 中国人民对他们破坏中美关系 制造分裂对抗的险恶用心 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敦促美方一些人 认清形势 正是现实 纠正错误 丢掉按自己的需要 改造中国的幻想 停止对中国内部事物的 无理干涉 停止对中国正当权益的 蛮横打压 同中方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 回到协调 合作 稳定的正确轨道 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打压 甚至引起联合国的不满 中国日报网六日电 联合国高级顾问 杰弗里萨克斯 五日在世界报业 新迪加网站发表评论称 面对深陷新冠疫情泥潭 大选前民调下降等多重麻烦 特朗普政府 屡屡将矛头指向中国 国务卿蓬佩奥 7月23日 跑到尼克松图书馆 和故居门前发表的演讲 完全就是要挑起一场 邪恶的对华十字军东征 文章说 美国的许多白人基督教福音派 一直相信 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 拯救世界的使命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 美国的外交政策 常常从外交转向战争 现在 美国有再次这样做的危险 上月底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联合国安理会 举行气候与安全问题 高级别视频公开会上表示 环顾世界 个别国家不负责任 疯狂至极的单边主义 和霸凌行径 正产生越来越大危害 如任其发展 国际法治 公平正义和平等互信 将荡然无存 世界将永无宁日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予以有力反击 此外 外媒称 因美国要求联合国 就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决议 投票表决 本周 特朗普政府 对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战略 将面临严峻考验 据国会商网站9日报道 特朗普政府扬言 如果决议未或通过 专家认为 这是极有可能的情形 那么美国将提出 迅速恢复之前的制裁 伊朗核协议的支持者 担心 那将敲响协议的丧钟 报道称 蓬佩奥称 安理会将于本周 就美国提出的 延长武器禁运的决议 投票表决 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提出的这项建议 是非常合理的 无论怎样 我们都会做正确的事 我们会确保 武器禁运延长期限 但是 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 俄罗斯和中国 已经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面对可能的失败 蓬佩奥威胁 采取另一项策略 美国将坚称 尽管特朗普已退出核协议 但是 按照安理会决议的定义 美国仍是核协议的参与方 如此一来 美国就可以提出 迅速恢复核协议达成之前 联合国已有的所有制裁 据此延长武器禁运决议 另据德国南德意志报9日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正面临一场空前对峙 未来一周 很可能就会对伊朗核协议摊牌 对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能力 和联合国整个制裁系统 都将产生难以预测 但肯定严重的后果 这场争断的背景 是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即将到期 而美国想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 如蓬佩奥此前威胁 如果决议草案遭拒 特朗普政府准备启动 伊核协议中设定的一个机制 可能最终导致伴随2015年 协议签署而取消的所有联合国制裁 在30天内恢复生效 而欧洲人与中俄一致认为 美国无权引用 特朗普已宣布退出的协议的条款 报道称 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威胁 如果武器禁运 未按核协议规定在10月结束 伊朗将做出毁灭性回应 德黑兰尚未决定如何行动 他们可能限制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退出核协议 甚至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众所周知 特朗普自上台后 就开始不断地退出一个又一个国际组织 去年特朗普还放言要退出联合国 在特朗普看来 联合国的成立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任何益处 然而就在本月 特朗普却一改往常的态度 主动缴纳了5.36亿美元的会费 而让美国突然改变策略的主要原因 和我国有关 因为联合国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 并重新划分了中国的地位和特权 中国作为另一个世界大国 也一直秉承着和平发展的方针 立足国际 近期的联合国大会上 联合国秘书长公开宣布了 各国缴纳会费的详细情况 我国承担了12%的会费 位列全球第一 在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做出一项重要决议 就是重新划分了我国的地位 并增加了13项特权 而在此之前 一直是美国享有这些特权 然而 以美国拒绝缴纳会费 没有做到大国该有的表率和榜样 所以联合国将特权给了我国 联合国的决定 彻底惹怒了美国 美国联合70个国家持反对票 这一次 联合国并没有买美国人的面子 而是驳回了美国的反对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